哈啰 大家好 初六快乐 我是小姐姐安吉林 想跟你们讲一讲 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对保险代理员的看法 但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脸皮有一点厚 如果我跟你分享过后 你没有跟我买没关系 可是你一定要去买医药卡 如果你是讲要考虑的话 我肯定会再回去找你的 可是我找你一两次过后 你还是就好像不理我不理我这样 这样子我可能就不会再去找你了 所以为什么不会再去找你呢 是因为我怕你讨厌我 然后我怕你对别的assurance agent的那个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你们会觉得哇很妥笑诶 所以你一直要来问我的 因为为什么我会一直要去找你 是因为我很怕我跟你讲了过后 你不买 然后万一昨天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很内疚 因为我跟你讲了过后你没有买 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帮不到你 我也不懂要怎样帮你 因为当有事情发生经验的时候 是肯定买不到医药卡的 不是肯定买不到 就是你当下是没有医药卡可以用 所以有时候我会比较有点哈销 或者是会一直去追问你 是因为我很怕 anything happen的时候我帮不了你 这样如果我当下跟你说了 可能你要考虑几天 那么我在去找你问你的时候 如果你是ok with it 我会帮你申请 这样 if anything happen 至少我帮到你啊对不对 我会跟你讲 哦不用担心你的医药费 所以我们gray eastern会帮你付 你就不用去烦这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当下是没有买 或者是你一直要考虑 或者是ok你讲你要跟别人买 是ok 我觉得要很快的去行动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 所以希望还没有买药卡的你 可以去问下你想要跟他买的 或者是insurance agent 或者是欢迎来问我 我可以很愿意的 帮你做保单分析 或者是跟你解释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 比较难见面啦 所以我可以透过zoom 或者是video call 或者是通过whatsapp 来跟你解释 然后甚至帮你online申请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 none face to face的 帮顾客申请了 so 呃希望你们看了这影片过后 不要觉得 有了这话angeline小姐姐 突然变了很凶这样的 是因为呃 有时候 我不懂要讲 去表达我想要讲的东西 so 希望你们不要见乖啦 谢谢 拜拜